巴黎迪士尼冠病期七个月终于重新开放 虽然有人受伤的限制 六岁以上必须戴口罩 避免既距离接触以及拥抱 但是能够重返乐园 民众可以说是非常的嗨 虽然各国纷纷有解禁的措施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语 这都出现在印度的Delta变种 现在正成为全球主要的病毒 因此他认为必须要研究各种疫苗 对于不同变种病毒的有效性 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 150天内已经对美国全国施打3亿剂的疫苗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是在谈到印度变种 他说对年轻人更危险 拜登表示只要打两剂疫苗就有保护力 因此恳求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 立即采取行动对抗病毒 事实上印度变种有多厉害 看英国最近的情形最清楚 英国18号单日确诊继续破万 其中有9产生来自印度变种 由于英国的疫情突然往上飙升 意大利对英国入境的旅客 恢复5天的隔离 以及强制采取检验的措施 显示现在全世界因应各国疫情的不同 必须要随机应变 记者综合报道 请考虎体制作者 细策 评 참 dile